今天喔 來做一點特別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分享一個屋主的家 那本身呢 這個屋主他就是做系統櫃 還有廚具的老闆 欸 整個顏色的配色 我覺得非常的協調欸 太多人問了 一直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多分享他的案例 或他的作品 沒有作品可以分享 但是來到他的店 因為很多網友也來過了 一直問我 來 我們看一下 嘿 阿布 哈囉 大家好 上次那隻貓叫什麼名字 忘記了 拉麵 拉麵是不是 哇 好乖喔 招財貓 真的很招財欸 欸 超多人問你的啦 怎麼辦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來分享一些 呃... 裡面 店裡面有一些美嘎 裝潢的美嘎 嘿 就是 每個人家裡一定會有廚房嘛 是 我們今天先講廚房 我看你很多東西可以看欸 你下次我們再來看一個別的 我們一部分會介紹 這是什麼樣子的一個廚具 L型的 對 一個L型廚具 通常會做到這麼大廚具 都是用在透天的 透天 透天比較多啊 或者是大的豪宅 對不對 豪宅比較多 那廚具 一個廚具我們應該從什麼地方開始看起 好的廚具 基本上選廚具就是選一些配件啊 材質啊 喔 配件跟材質是不是 我們... 因為整套嘛 我們先從這個地方 我第一個看到的 喔 水槽 水槽有什麼重點 當然條件允許的話 廚房夠大 會建議選大型的水槽 大型的喔 所以這個算大型的嘛 欸 真的欸 我加的好像只有到這邊欸 這個拿起來的時候 大概是只有這樣子 是 就...就有點小 但是如果說是像這一個 哇 這這樣子 感覺用起來比較像 這是一個海灣型的水槽 海灣型 所以它這邊多一塊出來 這個可以放清潔劑啊 菜瓜布這些 啊這個 這也是放... 這也是放清潔劑 喔 清潔劑放這邊 對對對 所以它下面水會往下流 流到這個地方去 是的 是的 喔呦 看一下 它有一個蹄龍 欸 這都不鏽鋼了是不是 對對對 喔 難怪喔 嘿 然後這一個水龍頭 是不是也有挑選的 一個 對 我們有好幾種水龍頭可以選 我上次看到有人 可以直接這邊拔出來 對 伸縮型的 伸縮型的 是 喔 然後 這個比較基礎型 左右洞的 喔 OK 你不要看到基礎型 它最不會壞 最...基礎型 最不會壞 是 最...用最久 好 我們來看一下台下 欸 上次我們有去 介紹過一個 花了很多錢裝潢的那一個 六百萬裝潢 你知道嗎 是是 它好像這個 水槽是直接放下去 對 它那個工法叫上坎 上坎 喔 上坎式 就是台面挖一個 比較高級都這樣做是不是 欸 不見得比較簡單做 喔 比較簡單 所以是比較便宜才這麼做 但是它那個豪宅居然給它做這樣 所以你這個不是上坎式 你這是什麼 這是下坎式 下坎式的 台面還沒放上去之前 再翻過來 從下面做連接 喔 連接完才蓋回去 所以下面鎖螺絲 對 會有什麼好處 比較不會漏水 喔 比較不會漏水 喔 水接點也比較漂亮 接點比較漂亮 原來是這樣子 那這個咧 台面好像也很多人問 對 這個是一個人造石台面 人造石台面 對對對 欸 不然還有什麼石 一般來說有這種不鏽鋼的 喔 不鏽鋼 欸 等一下我們再過去看 我通常聽到的是 人造石跟石英石 比較多啦 是的是的 啊 有什麼款式可以看 有 人造石基本上有分 大陸的還有韓國的 喔 大陸跟韓國是不是 啊 這個是什麼 當然我們都用韓國的比較好 喔 這韓國的 喔 樂天的 喔 所以有很多顏色可以選耶 是是是 這都是人造石 這是LG的人造石 喔 喔 其實人造石它就是一種樹脂啦 其實是有一點像塑膠 比較硬的塑膠嘛 對 話說我都叫它高級壓克力 高級壓克力 欸 那石英石呢 石英石是有什麼不一樣 石英石有比較天然石材 喔 比較天然石材 所以它比較貴 對不對 對 可是它最大的重點是抗刮 抗刮 今天你拿鑰匙拿刀子去刮它 都不會有問題 欸 真的我 我看不出來差異欸 嘿嘿 好像看起來 都蠻像的咧 啊 敲起來聲音不一樣 這有石頭的聲音 這個感覺是塑膠怕怕 石英石最大差異就是抗刮 鐵類隨意刮 真的喔 對 刮那麼小粒怎麼會有刮痕 大粒一點 你已經很大粒了 哈哈哈哈 有時候有鐵絮會掉下去 插一下就好了 喔 插一下 它比較不怕刮啦 對 它比鐵還硬度還硬 比鐵還要硬 所以通常都是刀子受傷 都是刀子受傷 所以你現在 你的意思是說 假設我用LG的 這邊就會繡LG 我如果用三星的 這邊就繡三星 是是是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過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通常這種 下面這個 是不是也有挑選的重點 比如說這個滑軌啊還是什麼 對 這是一個鋁抽 鋁抽啊 什麼叫鋁抽 鋁抽它左右是鋁 喔 這個是鋁 對 左右是一個鋁件 這是鋁件 對 還有這個地方 還是木頭 這是木頭 對對對 所以鋁抽是怎麼樣 有什麼好處 鋁抽的穩定度比較穩定 還有鋁比較輕 比較 所以它推起來比較滑順 欸 很滑欸 對 嗚 欸 真的欸 好順喔 這個也是 也是 所以我們如果說要用好一點的鋁具 這個可以選擇鋁抽的 對對對 OK 然後這個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叫小怪物喔 欸 他們把一個死角的地方 喔 那這個是什麼材質 這也是不鏽鋼的 這都不鏽鋼的 因為比較抗腐蝕嘛 對 然後裡面也有一個小怪物 因為有一些東西 小這種邊邊角角喔 你如果沒有好好的 沒有用這個東西 你是用不到的 因為它就在裡面拿不到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把它做這種 這叫小怪物 是 進去出來 喔 欸 這很貴對不對 嘿嘿 還好 還好 喔 來 那我們來看這個 轉角的這個地方 如果沒有放配件 就會像這樣子 喔 一個成板 全部都不鏽鋼的欸 像我們家那個都木頭的 那木頭跟不鏽鋼有什麼差異 有什麼好處 有三個蠻大的差異 你說不鏽鋼有三個好處就對了 跟木頭 有三個的好處跟差異 不要太緊張 哈哈哈哈哈哈 欸 有什麼好處 第一個就是不怕水 不怕水 對 不鏽鋼確實不怕水 廚房你很難保證20年 會不會漏水 對 對 真的漏水的時候 嗯 不鏽鋼你就把它擦乾就好了 嗯 可是木頭通常 你就是要換一套 木頭就是要換一套 對 因為漏水通常你不會 你眼睛 眼睛睛看著它漏 它可能 基本上是漏了好幾天 它可能也不完全是 我們想的那種 大量的漏水或甚至 它可能由潮濕吸取那個水氣 對 它都會爛掉 對不對 好 那還有 你知道三個 第二個是蟑螂 蟑螂 木頭的廚具 這有蟑螂 會有蟑螂 喔 你是說這種的 比較不會有蟑螂 原因是什麼 蟑螂會去咬木頭 蟑螂喜歡咬木頭 對 它會去下蛋 會去住在裡面 喔 因為那個 木頭都有縫隙 都有那種 毛細孔 它會把蛋下在裡面 是 所以 像這種不鏽鋼的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問題 對 它咬不動 它咬不動 不鏽鋼冬天很冰 冬天很冰 所以蟑螂也很不喜歡不鏽鋼 蟑螂不喜歡不鏽鋼 第三個 發霉 喔 你說木頭比較容易發霉 像那種木板 比較容易發霉 如果防止潮濕 或是磁磚一些返潮 有一些水珠 都會造成一些木板的發霉 所以這種木板 其實不是說 我們想像到那種什麼 漏水 或者是去潑到水 因為有時候天氣 比較潮濕的時候 你的牆面都會反潮 它都有可能 被這種木板給吸進去 那就會產生發霉的問題 哎呦 這也是個問題 所以不鏽鋼的儲具 就比較不會有那個 霉臭味 臭浦瓶臭 喔 比較不會有霉臭味 好 那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通常這邊吸油煙機 抽油煙機的後面 這邊都會做玻璃對不對 一般是玻璃 當然這個是貼板子 不正常 那玻璃的好處就是 油煙上去的時候 比較好擦 比較好清 對 然後抽油煙機咧 每一個人都是 感覺都是選那種名牌的 抽油煙機 那你覺得有差嗎 當然還是有差 價格有差 從預算來看 預算比較貴 當然用大廠牌會比較好 對對 像現場的這個雙口爐是 這是裝頭北 裝頭北 也是大廠牌了 所以 如果像我這個廚具 我想要裝三口的或四口的 是不是跟這個孔有差 對 有差喔 所以一開始就要想好了 三口爐的孔一定比較大 雙口爐的孔會比較小 以後要換 要換就不好換 就不好換 它還要再挖啦 要幹嘛 比較好 小還可以挖大 不然就得要找大機型 那大不能挖小 對對 欸 你這個是都用籃子咧 對 這個是一個碗盤籃 碗盤籃 碗盤 所以就是這樣 直接就透到下面去 那我們這邊 它也是一個拉軌 就是一個料理側拉 那滑軌要怎麼 就是看它順不順而已 是不是 對 是的 還有有沒有緩衝 有沒有緩衝 我們它會配有緩衝的 真的耶 那緩衝件 這種五金件是不是也有選擇的 像我之前就有看過 有一些 就是住戶 它的滑軌感覺 就是到這邊 滑進去的時候 緩衝會有異音 用一段時間有異音 可能大陸製的 或者是比較 三線品牌 三線品牌可能就有這個問題 我們都台製的比較多就對了 所以其實 貴跟便宜 有時候我們 在看到網路上 有一些廠商的報價 那個低到你覺得很離譜的 其實你不要開心 它不要用什麼東西裝 你知道而已 像我們滑軌類 我們還是用一些 台製的窗戶 火車頭 這樣大廠 窗戶是大廠牌耶 上市公司 是 所以一般上面 上櫃就會這樣子做 上櫃就只能用木頭 用木頭 不鏽鋼沒辦法刮上� 不鏽鋼沒辦法 原因是什麼 它比較軟 鐵片比較軟 OK 好 那這個 摻邊櫃 電器櫃的部分 大概就是有一點像我們系統櫃的做法 看你要做什麼樣子的 可能這邊有一個滑軌 大概是這樣 現在我在現場看到兩組 另外一組好像比較簡單是不是 只有一字型的 對這是一個一字型的櫃具 一字型櫃具 它就是現在主流 因為現在大部分的房型 三房兩廳都是配這個 是 但是你這一套一字好像比較大字耶 好像比較寬對不對 對這有250公分寬 所以一般我們現在小房型的 大概都是250公分以內的 差不多210-220 210-220 所以要做這麼大的水槽還不容易 對對對 你這個水槽啊 假設說我要做這種感覺好像是一體成型 你看喔它這個 有做一體成型 這個就是必須選不鏽鋼的 對不鏽鋼台面才可以跟不鏽鋼水槽做焊接在美容過 焊接在美容 成本貴很多嗎 不會貴 不鏽鋼比較便宜 不鏽鋼還比人造10英時便宜喔 這是我們台製的 喔 那選不鏽鋼好像也不錯 然後我看它這有一個很特別的 有一個盾有沒有 我們從這個地方看可能比較清楚 它這有一個角度 往上翹 往上翹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如果有水的時候 它不會往下流 它到這邊就會止住 然後不會往 像那個 人造10的就有可能往下流 人造10的就有可能往下流 人造10也可以做止水跟直角有兩種做法 喔 所以我 我也可以 人造10我也可以往上翹 也可以也可以 成本有差嗎 沒有差 沒差是一樣的 不是是你沒差還是全部都沒差 不知道 都沒差 好啦不要那麼老實 該加價的就得加 像我們在做廚房 其實蠻重要的是一個配置 喔配置 其實我們會發現 水槽跟瓦斯爐總是拉開 對 喔拉開比較好 通常不會說 把它放在一起 對 因為我們注重在使用的時候一個流程 如果這邊是冰箱 我們東西拿出來的時候 直接走一步 在這邊洗 再走一步就可以切配料 再走一步就可以煮 那是你加購大才有辦法這樣子 我們現在去看那個20坪的 直接水槽就在這裡 就結束了 它的一字型的就只有這樣 可能一米半一米八左右就沒了 所以也是看你的這個房型的配置 那這個是 櫻花的烘碗機 櫻花的 那上坎室跟這個叫什麼 吊影室 懸掛室 懸掛室跟下坎室 落地室 有落差嗎 有落地室你看下櫃比較深 喔 所以它可以放更多 融蠟比較多 上櫃比較淺 所以它的融蠟比較淺 所以小房型很常看到這個是因為 它比較小 因為不夠位置 位置太小 這個地方放櫃子 是是是 那價格也會有落差對不對 有落地室比較單價 所以我們去看喔 假設是用配這一種的 就是建商配比較便宜的給你的 這個價格上面的落差 像這台有個好處 像這種烘碗機是臭氧殺菌 它有臭氧殺菌喔 再加一個紫外線殺菌 O3要加紫外線啊 對 疫情的時候賣得很好 疫情的時候賣得很好 這是櫻花的 櫻花本身也是 那下坎 落地室就沒辦法做嗎 落地室通常只有臭氧殺菌 只有臭氧 對目前來說 喔 所以UV的目前還沒有啦 是是是 欸 它這一個就配這種橡皮的 可以調整角度的 好好玩喔 這小朋友應該很喜歡玩 那這個咧 這個是基本上都會配嗎 還是看你 也是看客人 我看客人 除下型的那種熱 熱水瓶 熱水瓶 然後我看這邊 這是木抽了 喔木頭的 這道土局就是以木頭 木頭為主 它是水朝下不鏽鋼 可是其他部分還是木頭 水槽是不鏽鋼 這也是一張選擇 喔 這價格還是可以看你自己 的預算去做考量 這是一個薄型鋁抽 薄型鋁抽哪邊是鋁抽 左右是鋁 這邊是鋁 它做的跟木頭的質感很像 蠻有質感 蠻有質感 然後這邊做防滑的 對 這邊是防滑的 然後進去 一樣 欸 欸 質感很好欸 欸 質感很好欸 然後整個 欸 天然氣的這個 跟一般的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一開始就要看清楚 是桶裝的 桶裝瓦斯還是天然氣瓦斯 不一樣喔 對 OK 不過現在應該都天然氣的啦 大 新大樓的話 那SAKURA的抽油煙機 是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什麼 下拉式的五金 喔 這個好像現在都會配 我家都有 是 喔 欸 然後 不要用再往上拉 是 它到底下會自己固定 下面會自己固定 它有一個油壓 有一個油壓 固定住 那東西拿了 上去的時候也只要手推一下 就可以放了 它自己會回去 欸 它這個 自己回去 不會是整個 這樣子彈回去 上面碗都破了 是不是 像我們的腳鋁 都是用緩衝的腳鋁 可是又緩衝腳鋁有個重點喔 不要幫它壓 欸 不然腸胃壞是不是 一個禮拜就被你壓壞了 啊 所以不是說我下去的時候 再壓回去 對 你推完就要走了 就讓它自己回歸 是不是 欸 那拉麵在幹嘛 對啊 拉麵你要介紹什麼 欸 嘿嘿嘿 阿布分享喔 他 這個店裡面 目前擺設的這兩套廚具 是 欸 這樣子應該算是比較屬於中高階了 是 中階的 中階的 我們一般社區配的 或建商配的 那應該都是比較屬於入門 主階的 一定是入門的 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們想要升級的話 有辦法 就是只升級什麼 比如說 欸我看到那個小怪物 我覺得不錯 我就跟你買那個五金劍來鑽嗎 還是DIY可以嗎 有點困難 有點困難 他還是需要一點專業的是不是 而且尺寸也不一定 是 所以可能想要的時候 想要自己選擇廚具的時候 一開始在客 就是客便的時候 就把廚具退掉 找阿布 因為我們在做系統櫃啊 或裝潢 應該可以整套一起進去做 所以找你做系統櫃 或者裝潢 或木工的時候 連廚具一起做 其實也可以 那一開始就把它退掉 可能可以退個一點錢 然後換自己喜歡的這個廚具 而且比較順手 有時候建商配的那個 只要邏輯上 搞不懂 剛剛是最低階的來配 最低階而且 有裝就好 我上次看過那種很奇怪的 瓦斯管線還在外面 人家都要用櫃子去把它藏起來 結果它放在外面 真的是很奇怪的一個配置 那我們好像還有很多東西可以介紹 我們就下一次再請阿布 來跟我們分享更多 那我們感謝阿布 那因為現在阿布 你現在的裝潢的 或者是系統櫃的狀況 會不會很緊 我們好幾個這種設計師 最後 有朋友問我們說 可不可以請他們來估計 結果都沒看 那你是有研究嗎 有有 還有看我們 我們好幾個設計師在服務 好幾個設計師 這年輕有為 這麼年輕 自己創業就已經事業有成了 如果有這個裝潢的需求 或者是你想要 把你的廚房做一個大升級 或大改變 歡迎可以跟阿布聯絡 下面的他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房子 想要分享你的買房心得 或裝潢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有聯絡方式 歡迎大家一起來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 窗外景色超美的 但是又不想關窗戶 怎麼辦呢 這時候就是要來一台 效能非常好的空氣清淨機 車子要開德國車空氣清淨機 也可以指定 SAVA德國空氣清淨機 歡迎大家參考選購喔 歡迎大家參考選購喔